我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那當然什麼黑白我是不太清楚 說我可以到位節 聽起來很舒服 去年年底我在苗栗辦公投的時候 我還是藍軍的英雄 我不知道為什麼經過幾個月以後 我會變黑道 這是怎麼來的我也不太清楚 很榮幸也很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到台北市議會交流參訪 然後也獲得師傅的邀請來這邊參加大書記 真的讓我們苗栗鄉下來這邊做學習做交流 市長想要因為你剛剛沒有回答到 就是說會不會擔心影響到民眾 甚至是黃山鄉或高航灣這邊的選情 那另外還想要再問的是 在民進黨這邊都說 你現在跟這個周中錦議長 就是兩個人同框 是為了2024 那想要問一下您怎麼看 那還想問兩位的是 就是說怎麼看民進黨從昨天就一直操作 甚至把黑白黑長都講出來 你們兩個可以這樣回應一下嗎 我想剛剛張茂南議員 我記得是我們苗栗人 他有一個弟弟好像在苗栗當校長 我想他一定是希望苗栗會更好 所以我們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那當然什麼黑白我是不太清楚 我覺得我是心地很善良 我想善良是一種選擇 我一定會很努力很認真 這邊當然有這個機會 來台北看大數據 我想這個也是苗栗很需要的 成都剛剛市長講的 Copy會比較快 希望苗栗能夠盡快跟上腳步 將來也是變成一個智慧城市 我想剛剛有一位媒體記者說 我可以到背景 這個聽起來很不舒服 去年年底我在苗栗辦公投的時候 我還是藍軍的英雄 我不知道為什麼經過幾個月以後 我可以到 這是怎麼來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那第二條 什麼叫做違法經營沙石 因為我已經十年沒有經營了 那當然會有一些土地 成租給沙石場 那它只是堆製沙石 就像我們家裡房子裡面 東西擺不下的時候 會擺在庭院 會擺在外面 它那個只是違規堆製 那個還不到法 那個如果有罰款 就是區域計畫法 六萬塊的事情 那個等於只是不小心撿了一顆葡萄 它被人家偷拆了一個西瓜 一樣的意思 我想這個 因為選舉把很多事情故意放大 我想大可不必 因為沙石畢竟是國家建設的 很重要的這個原料 我想應該是要很公平地去看待 這個沙石行業 我也希望各位迷迪記者先進 去研究一下現在的沙石 叫做採受分離 已經實施16年了 就我所知道 這16年裡面 沙石不但沒有黑白兩道 也沒有人違法 以上報告